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也叫次贷危机 是21世纪最大的全球型金融危机 让3000万人直接失业 间接失业的人数更是超过了1亿人 普通人眼里的次贷危机 以为是2008年雷曼兄弟银行破产才开始的 实际上早在2006年就开始了 而他的因甚至要追溯到2003年 美国的21世纪出来也可以说得上是多灾多难 不仅有震惊世界的911事件 美国股民更是深陷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危机 2000年的时候纳斯达克指数最高达到了5132点 但随后的两年互联网泡沫破灭 纳斯达克指数一路下降到只剩1100点 堪比中国08年的股灾 当时的美国也是一度陷入了通缩的危机当中去 CPI的指数长期徘徊在1%上下 居民消费不振 于是为了刺激美国人消费带动美国经济继续增长 当时的美国政府祭出了两个大杀器 第一个就是降息 利息一路从6%降到了1% 第二个则是房子开始推行居折有其窝 实行低首付策略 零首付加上1%的利息 让美国人彻底疯狂了 再加上当时美国的房价已经持续上涨了20年 房价永远上涨 已经成为了当时美国人的信仰 于是大量的低收入群体被忽悠贷款买房 没有收入没有工作可以 夸大收入谎暴资产不错 只要你是个人就把钱带给你 中产阶级则是把房子抵押再融资 去买第二套第三套房 而且有个最骚的操作就是 当时的美国人如果没有钱消费了 最好的办法就是零首付去买套房 然后再把房子抵押换出了现金进行消费 2006年的1月美国的房价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是不是跟中国的房地产情况特别像 当然中国的房地产没有搞得像美国那样门 但是也学了七八成 中国大部分的低收入群体买房也基本是靠包装身份 包装流水就可以贷到款 在16到19年只要你是一个健全的中国人 绝对是可以带来到房贷的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一样把房子抵押搞经营贷 然后转手就去买第二第三套房 跟当时的美国人一样 过去20年中国房价的一直上涨 让中国人认为房价永远上涨 变成了一个真理 2006年1月之后 美国的房价开始暴跌 到了2007年 四个人都能看出美国的楼是繁荣不在了 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立刻爆发金融危机呢 而是又拖了一年半 原因就是当时的美国政客和金融精英 开始忽悠美国的中产和底层人民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都公开发言 美国的房贷风险呢 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当时的美国社会和中国现在一样 发出的最多的问题就是 美国的房价能不能稳得住 答案在每个国家都一样 当然稳得住了 第一呢 是美国持续上涨20多年的房价 哪里有跌过呢 第二 美国我们有货币霸权 实在不行就政府放水 房价再不积也不会大跌 于是呢 被呼吁了美国人民啊 就做了美国金融精英的接盘墙 而2008年 美国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 彻底撕开了美国政客和金融精英的丑恶嘴脸 如果这么大的银行都可以破产 那其他银行会不会也破产呢 那还有什么是值得信任的呢 雷曼兄弟银行的破产 击穿了美国政府的信用体系 美国人民不再相信任何人 人民不再消费 企业生产过剩 濒临倒闭 社会停止 为什么中国一直在说 警方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 简单来说就是银行不能倒闭 银行是中国人信用的最后一换 但是现在的中小银行的压力大吗 在我看来是非常大的 虽然大家表面看银行的坏账率 其实并没有明显的提升 但真实的坏账率 我只能说妙不可言 大家想想 中小银行的主力放款 就是房贷和经营贷 但是这两个贷款 这两年不好收呀 所以你们觉得有什么好办法 能够减少经济下行下 资产的损失吗